作为空中格斗的代名词 航空美学的巅峰作品 名副其实的空中进船之王 F-16颤抖机 以其标志性的气泡座舱 和近乎完美的机动性能 在过去的40年里 统治了全球大部分的天空 无论是在好莱坞的大片里 还是在真实的战争前线 F-16的身影 永远代表着人类王牌飞行员 与机械工业结合的最高境界 它能承受9个G的过载 能在超音速状态下优雅转身 是无数飞行员心中的完美搭档 然而在F-16逐步退出现役的今天 一种外形略显臃肿 机背隆起 涂装怪异的F-16 却被称为美国最昂贵的 国家级战略资产 美军给它的代号是X-62A Vista 这种型号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 它和普通的F-16相比 有什么不同 它又会如何助力 美国空军的进一步进化 今天火力军就来和大家聊聊 X-62A Vista 这个最神秘的F-16 想要全面了解X-62A Vista 首先必须准确界定它的身份 虽然它在外观上 采用了F-16战斗机的框架 但它的真正名称是 可变稳定性飞行仿真实验机 简单来说 它是一架专门用于 在真实飞行环境下 通过修改控制软件 来模拟多种不同飞行器 特征的实验平台 来个比方 你驾驶站X-62A在天空中飞行 这时候 你可以通过飞机上的控制系统 调整参数 让你的飞行体验 变成在驾驶B-2轰炸机在飞行 那么这有什么好处呢 当一种新的雷达或者火控系统 被要求运用在不同的飞机 比如F-2或者B-EB轰炸机 那么就可以在这一架飞机上 通过模拟不同机型的飞行特点 来验证新型装备 能否运用在不同的飞机上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选择F-16进行改装呢 具体又是改装了哪一种型号的F-16呢 说起其实简单 在美国空军有制造一种实验飞机想法的时候 正好是F-16大规模裂装的时候 比F-16老的飞机稍显落后 比F-16先进的飞机 比如F-22 尚且无法使用 更重要的是 参与改装的Block 30 F-16D 坐舱盖后方机身顶部 增加了一个贯穿整个机背的整流罩 还加装了来自Block 40 F-16CD的重型起落架 这两个特点 使得X-62A能搭载更多的电子设备和测试仪器 同时还能模拟比标准F-16更重的飞机 着陆时的感觉 同时保证 在模拟这类飞机着陆的时候 不至于损坏机身 这就是为什么会选择F-16的原因 很朴实无法吧 动力系统方面 X-62A搭载了一台通用电器F-110GE-100加力涡扇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在加力状态下 可以产生高达125千牛的强大推力 这种强大的动能输出 赋予了飞机极高的推重比 也就是推力与重力的比值 这确保了它在携带大量 非标准试验设备的情况下 依然具备模拟高性能战斗机 进行大过载战术机动的能力 讲到这里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威斯坦在20世纪90年代 经历过的一次疯狂技术尝试 也就是MV-TV项目 全称是多轴推力矢量计划 当时的技术人员 在发动机上安装了 实验性的矢量喷管 通过改变发动机喷流的方向 来产生额外的操纵力矩 在传统的飞行中 飞机转向依靠的是 空气流过机和尾翼产生的气动力 但一旦飞机失速 或者在高公角状态下 空气流量不足 飞机转向就会失效 甚至有坠毁的风险 而MV-TV技术 让飞机即便在机动到极限 空气动力多面完全失灵的情况下 依然能通过改变推力方向 强行保持对抚养和偏航的控制 后来美军FR和F35 使用的矢量发动机数据 都是由X64A积累而来 那么问题来了 除了矢量发动机 X64还获得了什么成果呢 这就不得不提虚拟HUD技术了 在传统的战斗机设计中 飞行员获取信息 主要依靠挡风玻璃前的抬头显示器 这就是HUD HUD是一块透明的玻璃 它能将高度 速度 转星等关键数据 通用在飞行员的正前方 让飞行员在观察外界的同时 不需要低头看仪表 大家都打电子游戏吧 所谓HUD就好像我们的游戏屏幕 显示各种信息 比如生命值 时间 弹药数等 事实上 游戏中的这种显示信息的思路 就是来源于战斗机中的HUD 所以干脆就以HUD来命名了 只不过我们平时打游戏时 并没有注意过这些 但随着传感器技术的进步 战机获取的信息量 呈爆炸式增长 区区一块透明玻璃 已经无法承载如此复杂的数据 于是美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 取消传统的HUD 将所有信息直接显示在 飞行员的头盔面罩上 这就是所谓的虚拟HUD项目 而X-62A Vista 正是这项技术的首选验证平台 而将信息从玻璃屏移到头盔面罩上 绝不仅仅是换个显示位置那么简单 这里涉及到极其复杂的 视觉定位和信号同步问题 当飞行员高速转头时 头盔里的画面必须以极高的精度 和极低的延迟跟着转动 否则飞行员就会产生严重的眩晕感 还用游戏来举例子 大家玩游戏转动视角的时候 会不会感到头晕 咱们打个游戏 头晕最多就是游戏输了 但是飞行员要是头晕了 可能就是丢命的大问题了 而X62A通过极开放的数字化架构 模拟了各种极端的飞行环境 用于测试头盔显示器 在不同过载 不同亮度 以及剧烈振动下的稳定性 除此之外 X62A还验证了 头盔显示器的透视功能 也就是利用机身周围的摄像头 将图像实时传输到头盔里 让飞行员低头就能看穿 机舱地板 观察到下方的目标 如果你看过F35战斗机的作舱图 你会发现 它是全球极少数 完全取消了挡风玻璃HOD 只依靠头盔显示器的战机 而支撑F35 敢于只运用头盔显示器的 正是由X62A Vista 通过数千次的 实飞验证而来的实际飞行数据 讲到这里 霍丽君还想和大家聊一聊 X62A验证的另一项黑科技 直接语音输入系统 简称DVI 简单来说 这就是让飞行员 通过说话来控制飞机的功能 比如切换雷达模式 或者查询燃油状态 为什么要用语音控制 原因在于在现代空战的近距离格斗中 飞行员的双手 需要紧紧握住操纵杆和油门杆 双眼必须死死盯着敌机 根本没有余力去按坐舱里的电钮 但DVI系统面临的挑战极其艰巨 第一是噪音问题 战斗机坐舱里的噪音极大 系统必须能从轰鸣声中 准确分辨出飞行员的指令 第二是物理过载对发声的影响 在几个机的过载下 飞行员的肺部被挤压 说话的声音会变形 甚至变得含糊不清 X62A利用其大过载机动能力 在真实的格斗环境下 测试了语音识别算法 在极端条件下的准确率 这些测试结果 最终被整合进了F35的坐舱系统 极大的减轻了飞行员的操作负担 所以从虚拟HUD到语音操控 X62A Vista实际上在F35服役之前 就已经在老旧的F16机体里 为它构建好了最先进的数字化灵魂 大家听着这两项技术 是不是感觉熟悉 我们现在的语音识别系统 和虚拟现实眼睛 不就是类似的东西吗 这样一说 是不是觉得X64A亲切多了 说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有一个疑问 这架飞机是怎么模拟成 其他类型的飞机的 别着急 听火力军慢慢说 要实现这种身份切换 就必须依靠X62A内部的一套 核心软件架构 它的名字叫做Vista仿真系统 简称VSS 在正常的飞行中 战斗机的多面偏转 只有其原始的 飞行控制计算机控制 但当X62A进入实验状态时 VSS系统会实时接管 F16的原始控制率 这个所谓的原始控制率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 规定了飞行员 在拉动操纵杆时 飞机应该产生 多大的滚转速度 或者俯仰角度 不同的飞机 由于气动布局和重量不同 其控制率也就完全不同 X62A之所以能模拟其他飞机 是因为它引入了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的 一种名为 模型跟随算法的技术 简称MFA 这套算法的运行逻辑非常严密 飞行员操作飞机时 比如扣动舵机 这套算法就会根据 提前写好的数学模型 计算根据目前飞机的姿态 采取这种程度的操作指令 飞机姿态会发生什么变化 然后根据计算出来的结果 驱动F16的平尾 负近翼和方向度 通过精确的物理偏转 去抵消F16本身的气动特性 并强行产生出 目标模型应有的动态响应 通过这套系统 X-62A可以在一架飞机的实体内 提供多种完全不同的飞行手感 那么这种技术的难点在哪里呢 为了让模拟效果足够真实 且不产生危险的序列震荡 系统必须保持极高的刷新频率 任何微小的处理延迟 都会导致模拟姿态的时针 甚至引发飞机的结构破坏 目前经过升级后的VSS系统 已经能够允许科研人员 对几乎无限种类的控制配置 进行安全测试 这意味着 在新机型甚至还没造出远行机之前 飞行员就可以在X-62A上 提前在真实的天空中 测试它的控制逻辑 是否可靠 这种软件定义飞行的能力 为后来人工智能的介入 铺平了道路 讲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 既然X-62A已经能通过软件 完美模拟任何飞机的飞行特性 那么如果让它去参加 真实的空中格斗 去对抗人类顶尖的王派飞行员 结果会是如何呢 美军也有这个疑问 于是2023年 美军开展了这样一场AI战斗机 对抗人类战斗机的实验 这就是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发起的空战进化计划 简称ACE计划 而X-62A Vista 正是这个计划中 唯一的实际验证平台 AI驾驶的X-62A 与人类驾驶的标准F-16 展开了正面交锋 实验过程并非简单的飞行 而是从防御型机动开始 逐步升级为极具攻击性的 高纵横比对头机动 在这个过程中 两架飞机的相对速度 达到了惊人的1930公里每小时 在最基地的对抗时刻 两机的最近距离仅有约610米 这在航空领域 已经属于极度危险的接近范围 看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担心 如果AI程序在高速飞行中死机了 或者产生逻辑错误 导致撞击该怎么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工程师为X-62A 设计了一套安全杀核机制 简单来说 这就是一套独立的监控协议 它位于AI算法的底层 时刻监测飞机的飞行状态 虽然AI拥有极高的操纵权限 但一旦它的指令 超出了飞机的结构承受极限 或者有导致失控的迹象 后座的安全飞行员 可以按下断开按钮 让飞机立即回归标准的 机械飞行模式 然而实验的结果 让所有科研人员看到震惊 在长达数十个小时的 累计格斗测试中 AI代理的表现极其稳定 它不仅精准地完成了 所有战术动作 而且从未触碰过安全底线 全程不需要人类飞行员 进行任何干预 而且在和人类飞行员的 五次对抗中全部获胜 当然这并不是说明 AI战斗机能上战场了 事实上它还没有接受过 其他伦理要求 例如作战训练规划 和武器交战区域的训练 距离AI战斗机能应用于实战 还有很长的距离 为了让AI能更多的应用于 战斗机的场景 美军目前正在用X-62A 进行一项至关重要的实验 也就是使命系统的升级 简称MSU 什么是使命系统 简单来说 它就是战斗机 用来执行作战任务的设备总称 包括雷达 电子战模块 光电探测器 以及数据电 如果说之前的实验 是验证AI控制飞机飞行的能力 那么MSU升级 就是要验证AI 利用传感器进行战斗的能力 是为X-62A 换装了一种新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也就是常说的AESA雷达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 必须物理转动机头内部的天线 才能扫描不同的方向 而AESA雷达 是由成百上千个微小的 手发单元组成的 它不需要任何物理转动 而是通过电子方式 改变电磁波的向位 让波数在微秒级别内 跳跃到空域的任何位置 这款雷达采用了紧凑型设计 重量比传统雷达轻了一半以上 而且采用了风冷技术 不需要复杂的液冷系统 这使得它能非常方便地 集成到X-62A 本来就拥挤的机头空间里 更关键的是 它是完全数字化的系统 能与X-62A的开放式架构 完美匹配 当这台雷达与AI结合后 X-62A的职能将发生质的飞跃 在此前的实验中 雷达往哪扫 看哪里 通常是由后座的人类飞行员决定的 AI只负责飞 但在MSU升级完成后 雷达的管理权将正式移交给AI代理 AI可以完成从索敌 到分析战场态势 到锁定开火等一整套流程 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能感觉到 X-62A正在实验的这个技术 正在使AI从一个王牌飞行员 进化为一个战术指挥官 它不再只是听从人类指令去飞行 而是开始学习 如何利用信息优势去赢得战斗 而这种技术 正好契合美国下一代战斗机计划 协同作战飞机计划 它是一种具备隐身能力 生产成本相对低点 并且完全有人工智能软件 代理控制的无人驾驶战斗机 它的职能是作为F35 或下一代战斗机的辽机 去执行那些风险极高的战术任务 而火力军之前介绍的 X-64A的各种实验 从VEST的仿真系统 到使命系统升级 可以说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 事实上 美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就不去无人战斗机作战了 讲到这里 我们已经了解了X-62A VEST 从战机数据到数字化交互 再到人工智能角色的 全方位进化过程 那么这架服务了30年的 老旧F-16机体 最终会给人类航空工业 留下什么样的遗产 当人类飞行员 AI共同合作时 未来的空中战场 又将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打开脑洞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や讨论区��